哈囉 可能剛才有一些媽媽今天早上我們的包粽子活動呢 有些人沒有參加到 然後一直覺得很可惜沒參加到 然後或者是做了一直沒有成功 那我們的小粽子老師又在 對 那我稍微錄一下我的粽子的步驟 那媽媽可以在家裡陪你的小朋友再做一顆粽子喔 好 那首先呢 請媽媽就是先準備一張 請你準備一張黃色 嗯 各種顏色的紙都ok 那因為綠色我已經用完了 所以我就只能再用黃色的色紙 好 然後呢 這個最後會在外面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要來把它黏一個膠帶在這邊 好 那雙面膠 雙面膠 那把它黏起來 黏在旁邊 這個雙面膠 雙面膠 好 然後黏好了之後呢 因為等一下我們會這樣子把它折起來 黏住 折起來黏著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裡面 裡面 這個裡面要黏一圈的雙面膠 然後呢 上下黏 上面一個下面一條 那因為等一下我們會把它粽子的上面下面都封住 所以來 那剛才我這邊還有深一點點 那因為等一下我就會這樣子黏過來 所以有一段是不太需要雙面膠的 好 大概在這邊 從這邊開始黏過去 黏雙面膠 好 然後把它黏好 那因為有時候會有縫隙喔 所以大家要自己可能抓好 這樣子 如果有裝米進去啊 會露出來 所以要把 那除非你不裝米就沒有關係 就大概黏一下就好了 OK 好 上下都黏好雙面膠之後啊 就把這個 準備要把它捲起來 黏到外面這邊 那就請小朋友把雙面膠拔掉 拔掉之後來 這個把它黏過來 那要把它抓好喔 抓好黏 上來 對準 把它對準 對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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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黏好了之後有點不準沒關係 對 不準沒關係 然後這邊 上面下面 選一邊齁 那你選一邊把它的膠帶把它撕開來 這邊把它撕開來 好 你拔來之後呢 就準備把它 1 2 3 壓扁 壓扁 然後黏好 對 把它黏好 黏好了之後 就有一個小口袋出現了 那因為這邊黏好了之後就 確定不會讓米掉出來了 OK 那我們就拿了準備好的米 準備好的這邊的米齁 好 那媽媽就是事先可以準備一個碗 然後裝這個米 好 我有綠豆 好 然後用一個小湯匙 順便可以訓練他們挖小肌肉這樣子 齁 協調性然後挖進來這個裡面 然後裝在裡面 那如果你要裝 如果你要很多顆啊 就是如果你要做很多顆粽子 那你可以省一點裝進去 好 裝進去之後咧 就可以再把上面的這個 槽麵條撕下來 槽麵條把它撕下來 好 那這個撕的動作都可以請小朋友來做 如果比較小 那當然大的成功到底他都可以自己做 好 把它撕下來 然後咧 這樣子 對 好 那對喔 要看清楚喔 因為這個 這個 平的 好 另外一面要這樣轉垂直 轉垂直 鋁豆的黏糕了 黏糕就是要把它撥下去 然後呢 垂直喔 這樣子才會變成立體的 那這樣就好了 嘿~~ 這個 滑肉粽就好囉 一個粽子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要包粽子啊 來 我們要綁線了 那綁的時候呢 如果沒有就是 你就抓好一個角膠 然後放下去 咚 把它立起來 那就會很好綁 那我們就來準備一條線 準備一條長長的線 準備一條 對 那大約 二三十公分 好 那你就準備好一條線之後呢 把這個 有點像包 把它包起來 這樣子 然後呢 讓它線線在下面 那有一些 就是 可能小肌肉還沒發疼 發展得很好的小朋友 可能沒有辦法綁這個動作 那就請媽媽幫它 幫它綁 綁起來 那要緊一點喔 齁 你要勒出痕跡也可以啦 因為包種子就是這樣 然後呢 對 就是把它裝進去 好這樣子 綁好了 一串 肉粽 完成 一顆肉粽 那你可以 你可以把兩顆 要把 上面這個 上面的 這個線線 結起來 結起來之後呢 就可以是 一串 肉粽了 OK OK